出國的人真的最想念就是家鄉味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樣 那你看那個遭老的人 你看陳俊欣你當時大家在出家時說 等誰阿家看到陳俊欣 是不是一拿就去圍捕了 那今天賓哥我們跟我們講說 一個人也是 他遭老了 就是一碗滷肉飯被警方圍捕 我說 台北有一間滷肉飯很出名 但是也很好吃 所以那間 那間到現在 為止 我說你如果要去吃 都有人要照牌對 我記得早期 那時候很多兄弟 不管是台北館也好 台北市也好 很多兄弟的老大 很愛吃一斤 因為你現在有幫救起來 有三年報起來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都積積在那邊吃 這天積積在那邊 有一天台北一個老大 他就帶六七個小孩去吃 因為那邊沒辦法 如果六七個差不多十幾個就沒了 所以每天 你如果每一面去的時候都要等 都要等 什麼人去也都要等 所以那天台北 帶六七個小孩去吃 吃的時候 他們剛去的時候 尾 台北館吃了的時候 沒有尾 沒有尾的人也一樣等 老闆說 等一下 沒有你稍等 我以為我睡覺給你 他說沒關係 沒關係 但是你知道 台北館這面 老闆的時候 因為那裡 各頭老大都 大部門都是 可以站起來 可以站起來 可以站起來的時候 開山屁股 屁股 還要自己做老大 所以 以前 南部站起來的老大 都說 吃冰涼 吃冰涼 老大吃冰涼 吃冰涼 哪吃粉 哪吃冰涼 哪等 你知道嗎 吃冰涼的人 頭一口都會噴音色 你知道嗎 他噴的 他大頭頭青 台北這個老大說 哇 你如果這麼沒品 還在裡面吃東西 你冰涼吃冰涼 他說 欸 冰涼吃冰涼 這老大不開心 開始 兩冰就打起來了 打起來的時候 因為老闆都有聖細 這些老大 因為吃久了 都有聖細 好 老闆去了 哇 兩人這樣打他 手就整理了 你知道嗎 不要打 我說 兄弟相打 最討厭說 你站在中 手整理 你到底是要為什麼 你是要為 還是要為我 人家老闆又不是問黑道的 怎麼會知道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不知道 結果 兩個老大看說 你站在中 手整理 兩個先打一打就再說 那老闆有夠衰 那老闆有夠衰 打一打的老闆 阿嬤先浪漢 老闆走的時候 這些 完工看 也走你知道嗎 我走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人家就報警了 拍搜尋 沒完 你知道嗎 那時候 我們明明說 那時候差不多七十 七十二年那時候 台北市警察局 生了一個 叫做霹靂小組 那霹靂小組 都是開兩千八千里馬 比警察車走得快 一聲 無所謂呼叫下去的時候 好 四五隻霹靂小組都來了 你知道霹靂小組 以前霹靂小組 一路車整公車走開 打 那時候那些都年輕人 那時候霹靂小組 打人沒多 跟行李師走一樣 打人沒多 欸 四五隻 一隻四隻 欸 十幾隻 刺下去 一隻一隻 抓著 叫你手放在 警車上面 放著 沒打擊 整公車走開 腳踩下去 又打 打我看 不是 小孩 你老大還是我老大 他霹靂小組他就老大 你現在在毀謀霹靂小組呢 你是借機報酬齁 我跟你說 你問到什麼 早期霹靂小組都這樣 二三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的警察是很兇悍 是不是很兇悍 對啊 結果全部都送苦靂小組去 那黑道越來越 的人群越來越被重視 以前我苦靂小組 常客你 我早餅以前抓到就苦靂了 那如果苦靂都要去拚手 都要去拚手 那兩個老大 沒好好的 不行 因為 冷靜下來的嘛 對 都要自己拚 都要自己拚 苦靂小組都要自己 自己拚 對啊 對啊 會拚手啊 都要自己拚 拚牌的時候 五天而已 這情侶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冷靜下來 建立起一個感情 你知道嗎 你跟我在拘留所的日子 對啊 兩個出去的時候 狗孩子帶來 歡樂手牌手 出去風景 走來吃滷肉飯 對 阿伯那兩個做完蛋 做完蛋 那也不錯 我對 我對 你為了 在拘留 你為了